为了改善国信乡道路问题 日前县长林明珍以及县员邱美玲 到国信乡前沟村以及长峰村进行会刊 针对道路破损严重的路面 林县长也允诺会立即进行改善 让乡亲出入能够更平安 今天我们的管政后特别筹筹 三百五十万 要对这三条路这三条县道重新 对这较买的路面抛除过做新的 我相信我们地方船长也好 理事长也好 主席、议员 都对地方这么关心 管府没有去筹筹筹来做也说不得过 所以今天特别来费签 三百五十万 我们已经中逼有了 最近最近就会来设计法包 先把这较买的路面改善就好 让大家有一个真正好的路面 让大家来通行 县员邱美玲感谢县长的用心 能够关心国庆乡基础建设 将道路改善 让乡亲出入能够更安全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林明珍县长 特地赶来百忙之中 特地赶来我们国庆乡来关心我们的县道 县道部分其实有一些部分是 路面相当的不好行走 县长也知道说有部分路段不好 那今天也特地跟我们的土木科这边来会刊 那他觉得说这也是相当的需要 因为他觉得出入的道路是平安回家的重要事项 所以他觉得说要赶快把它铺设完成 那希望说我们的业务单位也能够回去之后 赶快设计法包完成 让我们的乡民能够平安顺利的回家 副议长潘一泉肯定林县长 以及县府团队的用心 也期望相关单位在会看后 能够紧速来发包动工 让乡亲出入能够更平安 记者成为一国性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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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